NBA是世界上最顶级的职业篮球联赛,自然而然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,小到一些普通球迷,大到好莱坞巨星,富翁甚至是国家领导人,都成了NBA场边一大亮丽的风景线。 而冲冠这些球迷,谁又是其中最有钱的呢?NBA球员丰厚的薪酥在他们面前竟然不值一提,跟随过邻居来看看。 5. 梅威测一场全赛赚3亿拳王梅威测是NBA比赛的忠实观众,也是小托马斯的忠实粉丝。 但论击击能力,梅威测显然要甩小托马斯一大截。 在今年8月跟KO嘴炮完成50战全胜的一战中,梅威测通过突场费,转播票房分成和个人赞助商等方式一场全赛起码拦走3亿。 4. 今年花50万看球不算啥,每年NBA总决赛必有他的身影,延续观看了59年的NBA总决赛的古德斯坦,是世界上最顶级的锦型富豪之一。 他作用洛杉矶最黄金地段的全玻璃豪华别墅,与张博伦库里都一起拍的广告,拍过太队,跟一众球星打得火热。 前NBA总裁大卫斯特恩曾说,他大概是在NBA花钱最多的球迷了,据说他每年花在看球赛上的金额超过50万美金。 3. 马云身价超3600亿,作为中国手续一纸的大富豪,马云的身价是年年攀升。 不久前马云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,一个月赚一20个月很难受,而这位NBA的伪球迷,据说身价已超3600亿,为什么说马爸爸是伪球迷呢? 马云是只看焦点大战,只看门跳跪的比赛。 2. 威廉王子夫妇也是NBA球迷众所周知,NBA场边观众是大台一级,但大台到什么程度呢? 英国皇室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都经常是出现在NBA场边的观众席中,与上面的土豪们相比,威廉王子或许就对钱没什么概念了,对几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威廉王子来说,钱多钱少又有什么区别呢? 1. 奥巴马连鸟赚25万钱 美国总统奥巴马,也是NBA的忠实粉丝之一,在任期间曾多次到芝加哥拱牛赌场看球。 与威廉王子不同的是,奥巴马可是正正经经当过国家领导人的,而不久前奥巴马出席中国参加全球中小企业峰会,有网友爆料微商和奥巴马握手5秒钟花了20万。 标题,杨小宇欧洲不便向转身运球带国街球NBA过人教学平台,关注。